大家好,我是小秋,阅读前麻烦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,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。 曾有人调侃老年人的黄昏恋,就像从河南到湖南一样,是难上加难。 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再婚不仅会受到来自子孙方面的压力,还会受到他们自身婚姻历史的影响。 再加上年纪的增长,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问题也会成为再婚很大的阻碍。 郝大爷今年62岁,从小家境贫寒的他,读书一直非常刻苦。 从初中到大学,他的成绩一直在班上数一数二。 毕业后,郝大爷被分配到工商局工作,在当年这样的铁饭碗,别提都让人羡慕了。 可郝大爷并不甘愿暗于现状,35岁那年,他辞职和朋友下海去创业。 那时的他们没有多少钱也没有多少经验,硬是靠着一股热血把日用品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。 为了公司的发展,郝大爷拼上了自己的一切。 他不仅认真把关公司的每一个细节,更是倾尽全力拉上引资金。 那段时间,郝大爷没日没夜泡在公司,就差在公司吃住了。 黄天不负有心人,在郝大爷的努力下,他的公司逐渐不如正轨。 日收入从几万涨到了几百万,郝大爷和几个合伙人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。 但有得就有失,郝大爷把自己的精力都花在公司在家庭的时间就减少了。 这引起了郝大爷老婆的强烈不满,本来郝大爷的老婆就对郝大爷辞职下海,就颇有为辞。 现在郝大爷创业后更是成天不着家,这彻底惹怒了他。 两个人为此爆发了激烈的争吵,随着争吵次数的增多,郝大爷老婆向郝大爷提出了离婚。 当时一门心思投放在事业上的郝大爷,想也不想就同意了。 就这样,郝大爷一个人又回归了单身生活,时间一晃就过了二十几年。 如今的郝大爷有车有房,公司基本都交给手下人去打理,自己则当起了甩手掌柜, 小日子过得也算是有滋有为。 虽然日子过得不错,但随着年纪的增大,郝大爷还是感到越来越孤独。 看着身边的同龄好友都已经寒一弄孙,郝大爷不由蒙发了,再找一个老伴的想法。 但他的相亲之路却是历经坎坷,接连几个都以失败告终。 原因也很简单,因为郝大爷觉得自己的条件不错, 对另一半的要求格外苛刻。 为了让郝大爷早日相亲成功,没人又给他介绍了今年59岁的刘大妈。 这位刘大妈是做美容生意的,早年间和丈夫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。 如今她的儿子已经结婚,现在刘大妈与儿子儿媳住在一起。 要说刘大妈虽然已经快60岁了,但做美容的就是会保养, 在这个年纪依旧风韵犹存,不仅皮肤光滑白皙,身材还维持得格外苗条, 从背影看说是40岁也不为过。 在没人的安排下,刘大妈和郝大爷约在当地的极星公园见面。 见面第一眼郝大爷就眼前一亮, 身穿一条深蓝色包臀裙的刘大妈,看上去颇有气质。 一头金色的短发,显得刘大妈特别干练豪爽。 好大爷微笑地邀请刘大妈坐到工人厂椅上,准备和她好好唠唠嗑。 好大爷先是询问起刘大妈平日的兴趣爱好, 接着又了解乐刘大妈的一些生活习惯。 刘大妈也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情况如实告诉好大爷。 她直言自己平时没什么特别大的兴趣爱好, 就喜欢种些花花草草。 而在生活中她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, 家里的里里外外都要收拾得整整齐齐, 有一点灰尘都忍受不了。 听到刘大妈这么说好大爷不见暗自高兴, 这样会整理的女人特别适合过日子。 这时候刘大妈也问起了好大爷, 他说,好大爷,你平时有先喝酒的习惯吗? 我这个人别的不介意, 对先喝酒非常讨厌。 先喝酒的人总会散发出一种味道, 这让我实在无法接受。 好大爷赶紧说道, 没有没有, 我这个人平时不抽烟的, 喝酒也早借了, 已经有十多年没再喝过了。 接着,好大爷向刘大妈介绍了自己的情况, 他表示自己的公司发展的还挺好的, 自己现在就当个甩手掌柜乐得自在。 眼见聊天氛围逐渐融洽, 好大爷鼓起勇气对刘大妈进行了表白。 刘大妈, 今天和你聊天我对你的感觉非常好, 我想和你继续相处, 过二人世界的生活。 你愿意吗? 这一番突如其来的表白不禁让刘大妈羞红了, 低头沉思了一下后, 他对好大爷说, 好大爷, 不是我不想和你过二人世界, 实在是我现在的情况不允许, 我有儿子和儿媳妇, 孙子和孙女刚上幼儿园, 有时候需要我帮忙接孙儿上下学, 因此, 现阶段我无法答应跟你一起过二人世界。 一听这话, 好大爷有些惊讶, 但片刻后他就对刘大妈表示了理解, 他说, 刘大妈, 你说这些我都可以理解, 毕竟谁家没有点事情呢, 这些我都可以接受。 接着, 好大爷顿了顿说, 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走下去的话, 别的不说, 钱这方面, 你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。 家里的经济大权, 我可以交给你来掌握, 看来好大爷是相中刘大妈了, 他铁了心要等刘大妈。 这一番话, 说的刘大妈是感动不已, 他用力点了点头答应了好大爷。 就这样, 两个人的相亲宣告成功, 都说只要有爱, 就没有什么是不能等待的。 好大爷和刘大妈的故事告诉我们, 在爱情中, 无论年龄的增加, 还是生活的琐事, 只要愿意面对和接受, 没什么是过不去的。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, 爱情是无所不能的, 只要我们愿意去等待和付出, 幸福就会降临在我们身边。 请不吝点赞, 请不吝点赞,